妈 爸爸 等一下 妈妈 怎么了 把水带上啊 编写 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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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森华姐 老板 不是这样吧 我这打工的还得给你买早餐啊 少废话 不就是让你带点早餐吗 没看见我正忙着吗 你不会又在网上泡了一夜吧 时装款式不错嘛 设计得挺前卫的 阿里啊 你别再贪玩了 少去找刘晓辉 他爸不同意 把心用在正经地方 用在专业上 你看人家 年龄也不够跟你一样 多有才气 老板 你不是跟爱丽丝网恋上了吧 去你的 我哪有这本事 在网上少说我也有二十个老婆 四十个情人 要想网恋太简单了 金老板 怎么样 要不要我教你个绝招啊 你只要带着爱丽丝去一个游戏网站 爱丽丝如果愿意跟你去三个地方 那就证明她练上你了 哪会有这种事 俗气 不信算了 我去工作了 吃你的早餐吧 唉 她今天做到了 不干净 这件事 叫什么 分别 有多这是 美疗 一眼 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关系 我知道思华姐也是为我好 进去吧 拜拜 天明 士服装协会下午有个会议 公司里要去四个人 市场部的方字证 你和司华也一块儿去 我就不用去了吧 设计师有语准人去就行了 你看 我正在起草公司 参加时装节大赛的设计方案 你干嘛呀 别人是没有机会 都在创造机会 你倒放弃机会 人生啊 有时候就得懂得放弃 你要是再不抓紧呢 说不定 司华真的要跟方子正结婚了 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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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算了吧 爱华 那行 试试吧 我这个婚姻呢 真的是很失败呀 行了 你忙吧 我走了 记住啊 筹击令妇 好了吧 黄先生 我觉得 这个发言还给你倒点 吴主席再见 再见 余小姐希望经常来参加活动啊 一定一定 吴主席请您留步 再见啊 方先生 你的发言很深刻呀 听了很受启发 刘董事长 我刚才也只是借用了一些成功者的观点 冰联市服装界这几年的迅猛发展 理应打破以往的格局 开拓出新的局面来 我们的服饰设计 我们的成衣制造 理应在亚太地区占有一席之地 那是 太好了 刚才 会上有人谈到当前的寒流服饰 就我个人认为 在理论上 应当去重视的 可是在实践当中呢 我们应该走自己的特色之路 这才是中国服装界的根基呀 你的市场理念只是太佩服了 佩服 刘董事长 在服装行业 我只是外行人 许多专业上的知识 都不及你们这些前辈 希望今后还请董事长多多指教啊 我怎么没看到天明来参加会议 我通知他了 大概他正忙着设计参赛的方案吧 就为了设计方案而不来参加会议 看来这个人蛮执着的 是我让他抓时间赶方案的 走 走吧 方先生 今天晚上我请你们吃饭 咱们坐下来好好聊聊 刘董事长不用那么客气 吃饭就免了吧 改天我请你到佳华公司 我做动 小陈啊 你就那么不长脸啊 不敢不敢 海富老总请客 那可是给足我们佳华公司面子了 那就下次吧 下次我到你们佳华公司登门拜访各位 欢迎让 刘董 再见 余小姐 再见啊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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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间带我们海富去坐啊 好 再见 为什么拒绝人家的邀请呢 不就是吃顿饭吗 至于吗 刘海富是个唯利是图的人 此下最好不要和他接触 陈总经理 我觉得你挺没度了 思华 你不知道刘海富的为人 那又怎么样呢 心里揣着明白不就得了吗 能让一分就多让一分 有对方的强大才有我们的强大 对 思华 吃不吃饭无所谓 你姐姐心里有负 你少掺和 好吧 你也知道 别人 你又没有来 对方的致奋 你喜欢 你什么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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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大老总的 太掉身价了吧 掉什么价呀 老总也是人哪 天明 你应该知道呀 这个月的二十八号 是我和金明哲 结婚七周年日子 十六周年 你们还离婚了一年 好好好 你说得对 走吧 走吧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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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口子这么亲密 好让人羡慕啊 错了 小姐 她是我的老同学 好朋友 对不起 对不起 你们需要点什么 我想挑两条领带 好的 领带在这边 好 天明 你帮我看看 挑什么颜色好啊 你自己拿主意吧 请你来 不就是让你 帮我出出主意吗 金明哲 爱穿比较素的 要不你给她选一条 颜色比较鲜一点的 嗯 这条怎么样 嗯 这条怎么样 嗯 这条怎么样 哎 蛮好看的 行 就她了 小姐 嗯 嗯 谢谢 嗯 谢谢 这条就送给你了 送我 我不要 送给金明哲吧 我也有 你徐天明是我人生路上最重要的挚友 你一定要收下 那好吧 就算我占了个大便宜 不能这么说啊 我可是真心诚意送给你的 好 我也是真心诚意地接受的 这还差不多 来 小姐 帮我收好 好的 你是 程爱华的妹妹 于小姐吧 您是 我是徐天明的妈妈 徐伯母您好 您好 您好 我 尹小姐 我看天明不在家 我下次再来吧 别别别 都到家门口了 怎么也得到家里去坐坐 天明啊 一会儿就回来 来来来来 尹小姐 来 喝点茶 谢谢伯母 来 坐坐坐 今天 阿亮啊 和天明啊 都不在家吃午饭 我正好熬了一锅鸡汤 我给你热热去 伯母 我已经吃过饭了 吃过饭 喝碗鸡汤也没什么嘛 我一会儿就回来 随便坐坐啊 等等我 谢谢 喝茶 谢谢 好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嘉华公司下半年的销售计划书 总公司一定会开会重点讨论的 我们对嘉华时装一直非常关注 邦主任 你跟魏小姐晚上一块在公司吃个便饭吧 谢谢天总 不用了 我们下次还有机会了 天总 就这样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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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我说的有道理 那您就给我讲一讲跟徐小姐的故事啊 好啊 那你得多喝点酒 喝酒 没问题啊 对不起啊 您先坐一下 我去接个电话 对不起 好 呀 于婶 妈 天明 你快过来 怎么了 你猜猜 咱们家谁来了 谁呀 于小姐 就是那个陈爱华台湾的妹妹 于小姐来了 我已经把鸡汤给你们热好了 你们两个就在家里喝 我到外面去一下 快 这 这 这 天明 这 我 别 那 我 那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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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哭啊 发生什么事了 四华 爸 给四华打个电话吧 打吧 电话不通 那又不给子正那边打个电话问问看 喂 四华吗 南华姐 我是子正 李叔睡了没有 我想请他听电话 你等等啊 爸 是子正 喂 子正吗 李叔 我是子正 四华现在他在我这里 请李叔放心 好 好 好 我知道了 四华在子正哪里 阿良 你可回来了 都这么晚了 我不是跟你说话了吗 让你别等我 不得了了 咱家出大事了 怎么了 余小姐来过 你哥哥埋怨我 不该把余小姐 立到她的工作室去 正在生气呢 正在睡东西 我的天哪 我从没见过你哥哥生这么大的气 我真担心死了 老婆 她又地震了 好了好了 你别担心了 我劝劝她去啊 哎 太好了 老哥 老哥 天明 妈妈已经跟你认错了 儿子 别生气了啊 你看 你看 妈 别理她 她被爱情充分头脑了 睡一觉 明天早上起来就好了 走走走 你可 哎 走吧 哎呀 走 走 你 哎 走走走 哎呀 走走走 那我冲凉了 我依靖请你 我哟了 你过没想到 你 Ai主子 你不应该啊 我现在就能想不得了 我不是是不是 我就是要好 李伯伯 我上学去了 李伯伯 我上学去了 我上学去了 李伯伯你等等 你听我说啊 我这就好了 一会儿送过小姜之后 顺便把你带走 不用了我做打拔很方便的 再见李伯伯 李伯伯 李伯伯 他叫彭丽华 在青宫学院读书呢 长得很可爱啊 小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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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算发生了什么大事 也用不着这样啊 徐老师又不是小孩子了 一定有他的道理 小杜 淼淼 你俩说什么呢 于主任 你还不知道呢 我知道什么 徐老师辞职了 什么 大赛方案才完成了一半 文件和他的辞职信 我一早就送到总经理办公室去了 小杜 你说的是真的 是真的 徐老师一大早就叫我去他家里拿辞职信了 他还说了些什么 什么也没说 只说的让我好好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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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二三 你有什麼事 就說吧 我問你 你有什么理由辞职不干呢 你这不是明摆着跟佳华公司过意不去吗 我们的设计方案还没有完成 大赛的图样还没有出来 你这么做不是给佳华公司拆台吗 徐天明 当初你是怎么对我说的 要我留在大陆发展 跟你一笔高低推出佳华时装 要我面对现实实现人生价值 现在你倒好 你要撤出去一走了之 徐天明 你是一个